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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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阿文好主義 我是阿文老師 今天我要來教大家做一道 超便宜又好吃的平民小吃 雞爪丼 今天的小撇步就是我們的萬用鍋 運用我們的萬用鍋 既省時又快速而且很輕鬆入味 讓你越吃越刷處 今天的開放食材 有哪些呢 首先第一步就是我們先將我們 剛剛切完薑 蔥的這個邊角料先把它放上去 再來就是下入我們米酒 那我們這個動作等一下就是 燙我們雞爪的時候可以去 雜質跟腥味喔 那雞爪的部分你可以先 將他的指甲先把它剪除 等一下在吃的時候比較不會 刮傷我們的口腔喔 要沸騰讓雜質出來之後 就可以撈起備用囉 燙完我們雞爪之後 接著就是將爆炒我們的辛香料啦 首先我們先按我們的爆炒 開始 加入我們的油 薑片 蒜頭 再來就是我們的蔥 再來就是我們的蔥 那把它爆炒出我們的香氣之後 等一下就可以下我們的香料囉 好接下來將我們的香料 放進去 冰糖 油膏 蠔油 跟我們的米酒 白胡椒粉 味醂 醬油 完了之後就可以將我們的雞爪 全部都放進去囉 接著我們就可以加水 讓水淹過雞爪之後就可以囉 最後我們放入我們的乳包 跟辣椒 接著蓋上我們的蓋子 然後按我們的肉類模式 然後將我們的時間預設到20分鐘 按下開始鍵之後 我們就可以輕鬆等待它的行程完成囉 美味的雞爪洞 輕鬆上桌啦 晶瑩剔透的外觀 皮Q又入味 抿上那麼一口 輕鬆就可以骨肉分離囉 在家可以輕鬆做喔 我是阿翁老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